火鍋在不同的時期 會添加不同的元素 混合起來 像是羊肉爐 薑母鴨 麻油雞 韓國的部隊鍋 它都是類似的概念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中醫臨床醫學會 理事長陳其芳醫師 傳承千年的好滋味 火鍋文化演變史 火鍋它其實早在最開始的 商周時期就有類似的 它們會煮藥湯 那後來在漢代的時候 它開始會把各種的食材 藥材把它混合起來 它不要讓這些東西浪費 就是把它來煮 那這些煮的鍋物 在不同的時期 它其實有添加了不同的元素 在不同的區域 它會使用它一些比較熟悉 比較方便取得的食材 素材 那補養的概念 在清末明初的時候 傳教士又把這些的東西帶過來 所以變成大家特別重視的 這些的食養食物 那在東方 不管是我們吃的火鍋 羊肉爐 或是說台灣特有傳出去的薑母鴨 還有就是說韓國的部隊鍋 它都是類似的概念 以前的東西物力維艱 就是不要浪費 冬天必吃的羊肉爐 竟然不是人人都適合吃 最開始就是羊肉 它其實早在就是 神農本草精時代 那時候就已經有這樣的一個使用 它以前就是豬牛羊 都有祭拜的祭祀三神 這些都有用到 那漢代的張仲景 它使用的就是當歸生薑羊肉湯 還有其他的這些類似食養的這個概念 那我們在之前有提過的就是 千金方 孫思苗 歷史上活最老的這個醫生 他在他的千金方裡面 他就有提到說就是用雞 然後用魚 這些的食物食養 那可以治療一些的疾病 或是說特別是女生跟小朋友的一些病理狀態 那在元朝忽必烈這個時候有一些歷史上真實有名的人物 邱楚基就是武俠小說的那個全真妻子 邱楚基他也是提倡就是說要善用食材善用各種的材料 那北方那邊因為他們盛產的是馬跟他們的羊是很多的 那馬是打仗用的 那羊就是拿來當作食材來利用的 那南方的牛是耕作的 也是有一部分的就是拿來吃的這樣 那所以北方他們使用這樣的概念 那羊肉本身它比較偏溫一點 所以再加上一些辛香料 像是說不管是通常我們會用這種有揮發油的三型棵植物 這些當歸穿窮 然後還有其他的不管是細心、韶藥、甘草 會用這些就是有辛香料的 還有會用一些比較好吃的 像是這個蜜製、甘草、黃旗這些 還有溫補性質的藥材 那這些東西添加進去之後它會更有風味 那可以去腥 然後也可以讓人吃的會比較提升 這樣的一個辛香料的一個使用法 它可以讓人就是比較容易保暖發汗 然後會比較有體力 那在行軍打仗的時候 特別是以前在元代的時候他們去遠征 那這時候它需要有比較高能量、高熱量的東西 那就是用羊肉為基底的食材 那羊肉本身是偏溫的東西 所以說如果有一個人 他是腳背、手背、冷氣、冷氣 他比較容易手腳膩冷 那而且他是真的很怕冷的人 那他這會有效 那如果他雖然手腳冰冷 但是他自己本身不會那麼怕冷 其實是以他自己的自體感覺為主 因為他這時候可能是一個病理狀態 是熱絕的一個狀態 他這時候是不能補的 那如果有的人全身就是紅通通 或是通常小朋友身體都很熱 那這個也是不能去補的 所以像是這些比較就是虛寒的 這個手腳整個吸酒以下都是冰涼的 那在這個狀態之下 基本上是可以去補 但是也不要補太多 適可而止 那如果不是這種虛寒狀態 其實就是吃有趣的 就不用特別去吃很多 才不會說反而造成其他身體的一些 上火發炎的狀態 台灣發源的薑母鴨 這部位避免多吃 鴨它也是一個會用到的家禽 但是它吃起來 它的味道沒有雞肉就是這麼的好吃 所以他們把它加上不同的藥材 那最開始發展出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在以前1970 80年代 那時候就是因為發展的時候 就是用兩隻腳的來 可能比較好一點 所以用的是推廣的是鴨肉 然後會加薑木 會加薑 然後會加一些桂枝肉桂 當歸生薑細心這樣子 然後甚至是再加其他不同的動物的東西進去 那後來是台商在1990年代的時候 就是台商到廈門那邊 就是再去把這樣的一個東西去展店 所以大概1993 94之後 那對岸開始也有一些 所謂江湖鴨的這些店名 那鴨肉它的刺激性比較強 所以如果說消化比較不好的人 或是說呼吸道比較沒有那麼好的人 就是通常身體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那在吃鴨肉鵝肉的話 就是不要吃太多 因為它比較沒有那麼好消化 那有的時候也比較容易吃多了 怕會上火發炎 或是說吃了會讓你覺得身體會比較燥 它的一些菌補之性稍微比較強一點點 那後來因為養殖業的興盛有些包括說 可能它需要注射一些藥或注射一些什麼 所以有些特定部位啊 脖子皮什麼可能需要避開 那這也是我們在吃的時候 其實料理上也都會注意 但是就是我們在攝取的時候 不要攝取太多 從做月子到冬季佳肴 麻油肌的風味演變 麻油肌它添加的是會有香菇 那它會用薑 它會用麻油 那最開始這樣的一個東西 它這種補充飽和脂肪酸的油脂 麻油肌它最開始是為了就是在做月子的時候用 那後來是隨著飼養農業的技術的進步 然後還有其他的藥材的一些品種的改良 所以後來有更多的就是適當的藥材跟食材可以添加進去 然後就從一個就是在做月補養的文化把它拓展成就是 許多人冬天的時候會來吃的一個東西 那麻油肌它也是相對可能就是油脂比較高 那所以變成說如果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 或是說有一些高血壓的人 那它可能就是不適合吃太多 冬天喝酒不宜過多 以動物入藥酒能補身 劑量決定它的一個效果 小酌移情睡前可以喝點紅酒 但是喝太多你可能會順醉 那同樣的就是在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搭配一些酒類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可以喝幾口可以喝半杯 但是你要喝多 那至於說就是在什麼不同的時間 一般來說就是啤酒相對是比較就是 兩屬性的東西 所以它可能夏天的時候喝一些 但是也許冬天的時候就是不要喝太多 那很多在吃這些料理的時候 就是喝一點酒這個是OK的 那藥酒在宋元明的時候 會使用它去泡動物 所以像我們看武俠小說裡面會看到那個蛇酒 然後還有裡面會泡不同動物的邊 然後去泡一些藥酒 它是一個補養文化的一環 它有點類似說像清朝發展出來的一些粥 它會加一些藥材 還有一些茶 那有的直接用藥去煮 就是這種夏天的涼茶 那適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氣候 會發展出這些不同的毒氧文化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 他們都是認為說以前的觀念 就是把食物 藥物 動物都不要浪費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 它既不能拿去煮 它也不適合拿來料理 那拿來泡酒好了 但是就是基本上量不要太多 而且要記得就是酒後不能開車 秋冬要多睡 食補前了解體質很重要 《黃帝內經》裡面有提到說 春夏養羊 秋冬養陰 秋天冬天養陰指的是說 我們身體氣屬陽 血屬陰 我們的血 我們的陰質 這些身體的職能裡面的職 應該要把它顧好 像冬天它就會說 希望我們是早睡晚起 那秋天的時候是早睡早起 它其實都是告訴我們要睡久一點 我們要養好我們的陰質 讓我們的身體 比較能夠透過睡眠的時候 來做修復 那春天夏天的時候 人體的溫度稍微高一些些 那我們可能要增加我們的動能 那我們要讓身體就是再多活動一點 秋冬當然也要 只是說這個時候會比較重視 要養護我們的一些身體的質的方面 所以才會說有一些補養的文化 是在這個時候 因為在秋冬的時節 也是有些包括說心血管疾病 或是說一些溫度上 體溫的改變 然後造成身體的一些疾病的問題 如果說能夠維持身體的溫暖 能夠維持能量的充足 然後這些陰質能養得好 那我們的身體狀況就會比較好 在醫學上來說 包括說過敏性鼻炎 然後意味性皮膚炎 然後甚至是氣喘 這些是過敏三雄地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腸胃道的問題 這些腸胃道消化道呼吸道這些的問題 其實它出現身體的狀況 體質偏差的時候 我們比較需要從醫療上來做 不管是西醫或是中醫 台灣的醫療院所很多 中西醫診所加起來 比四大朝常多了兩輩子多 所以應該是究竟尋求適合的場域 那如果說用食癢食補的話 在使用之前 如果是一個正常的人 當然是沒有問題 如果身體有一些不舒服 雅健康的狀態 可能我們真的 就算是吃個藥膳食療 可能也是究竟先詢問醫師 有些人他就是這個都不能碰 那有的人他有 不管是乳糖不耐症 有的人他可能體質因素 他吃了一些有薑的東西 有甘草的東西 可能也會不舒服 那有的人他就是對特定的食物 會有一些過敏 那這部分可能比較難 直接從我們一個實療的方式來做 會需要從醫療端來協助介入 或先了解你的狀態 所以這個是觀眾朋友們 必須注意到的